感谢主 每一天我们都活在主的爱里 Amen 每一天我们都活在主的恩典里面 每一天我们也都活在主的能力里面 Amen 每一天耶稣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每一天我们主观意识 都要清楚的提醒自己 要清楚的告诉自己 我们每一天都是与主同行的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与他同行 学习与他同行 Amen 我们每一天都是披带耶稣基督 进入我们的工作 进入我们的生活 进入我们的职场 进入你的学校 每一天你披带着耶稣基督 进入你的满路中 进入你个人交际的时候 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带着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 第三章26到27节 所以你们因信 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录 基督的都是披带 基督了 披带就是穿上他 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了 而且是神主动的给我们穿上的 他主动的给我们穿上的 就好像亚当夏娃当他犯罪的时候 当他吃了分别上恶树的果子 他就发现到自己赤身落体了 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 离开了他们 他们就吃身落体了 所以他们就自己人的方法 是去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编做裙子来穿 但无花果树 叶子穿在身上结实吗 不结实了 风出了一下就会落了 神愿皮衣给他做衣服 给他们穿 耶稣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 愿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神宰杀了动物 愿他的皮子给他们穿 那是神主动的给他们穿上 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神宰杀羔羊 其实那就是预表到 未来的耶稣基督 也是要这样的为我们来牺牲 当浪子愿意回到 他父亲的家中的时候 把上好的衣服给他穿上 把戒指给他戴上 也是神主动的给他穿上 所以今天我们一样的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自动的穿上了耶稣基督 所以你要知道 每一天你出去 你是披戴耶稣基督出去的 进入你的职场 进入你的学校 进入你的 你可能是家庭主妇 一样的 进入你的每一天生活 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在灵里 我们已经披戴了耶稣基督 不管你在世上 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可能有的人是做教育部的 教育的 或者你是做公司高管的 做主管的 做领袖的 或者你只是跟人打工的 都没有关系 都是一样的 在神的眼中 都一样的 披戴耶稣基督 一模一样的 不愿轻看自己 可能神只跟 比较有成就的人同在 可能神帮助的是那些 比较有成就的 有学问的 工作机会更好的 不是 神一样的 每一个人信耶稣 在神眼中都一样的 都披戴了 耶稣基督 所以不需要轻看你自己 加拉太书 所以并不分犹太人 西利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这是做奴隶的 不管你是犹太人 就是当时犹太人是 神的选民 犹太人当时 他们有自我优越感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清楚的 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 那很自然的 会轻看 当中一定会有 看不起异教徒 或者看不起 因为我是神的选民 你们不是 但是神这里告诉我们 不管是自主的 为奴的 做奴隶的 或男或女 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义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的 可能你会觉得 你不够聪明 你可能觉得 你很 我已经傲啊 我很笨啊 有没有 有时候我们会口头肠 我很笨啊 我不够聪明 我不够人家聪明 不要这样看你自己 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不够聪明 不够有智慧 向神来祈求 向神来知取 神是热义赐百物 热义赐智慧给他儿女的 只要人愿意来 向他来知取 所以不管你是刚强的 你常常觉得 哎我挺刚强的 挺坚强的 还是你常常会觉得 我很软弱 常常的时候 都是觉得自己 不够这么干强 常常很容易 陷在软弱的里面 都一样在 耶稣基督里面 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 都在耶稣基督里 照着神的应许 承受产业 没有说神给某一个人 多一点 给某一个人少一点 一样的 但是 为什么呈现出来会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 去领受的程度不一样 但是耶稣基督 所做的工作 是一样的 所成就的应许 在每一个人身上 是一样的 Amen 所以 无论你的观景如何 你都是属乎 耶稣的人 跟你自己说 我是属乎耶稣的 我是耶稣的人 Amen 所以我们跟世上的人 是不一样的 虽然外表看起来 都一样 吃喝拉撒睡 看起来没有什么分别 都是一样的 但是 其实 我们里面 有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里面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有超自然的能力 在我们的里面 一幅所书六章 十七到十八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 多番祷告 祈求 并要在此 警醒不准 为众圣徒祈求 他的前文是说到 全副军装 每一天我们 披戴 为什么我们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 披戴耶稣基督 为什么我们会不一样 因为主 在我们的里面 神的灵 住在 我们的里面 我们披戴 耶稣基督 全副军装 每一天 你是穿着出去 你不愿特地 每一天还要继续的穿 树上真理的腰带 其实不是的 你的思维 要带着 耶稣的公义 要带着义的思维 因为耶稣成为了你的公义 你每一天要活在 福音的真理里面 你知道 是福音的真理拯救了你 每一天你带着义的思维出去 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每一天你记得 当环境 是对你说不好的话语的时候 愿神的话 可以抵挡这些 不好的言语 如果医生跟你说 绝望了 没有盼望了 你要跟他说什么 是咯 还是要跟他说 不 我不接受这个思想 我不接受这个报告 神的话说 耶稣受的鞭伤 我已得一致 我要接受神的话 愿神的话 抵挡 愿神的话 拒绝接受 世上所带给你的报告 虽然这报告是事实 不是否定他 但是你不要就接受了 接受神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很平权 总是不够不够你的思想 觉得 总是有缺乏 不要就陷在这个思想的里面 不够啊 不够啊 没有余啊 缺乏啊 赶快 你的思维要转向神的话 拿着色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转向神的话 神说 耶稣基督 已经代替我 成为了平权 所以我因着耶稣基督 成为父主 你要用神的话 来抵挡 你的环境 告诉你的话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也在学习的当中 我也在 我们都在学习的里面 那靠着圣灵 随时多番的 祷告祈求 什么叫做在圣灵里 靠着圣灵来祷告 那它的原文 它是不只是 悟性祷告 它也是指向 方言祷告 这里每个人都知道 什么叫做 方言祷告吗 不知道的举手 所以都知道 很好 感谢主 方言祷告 就是神赐给我们 一个很美好的礼物 我们无信祷告很有限 讲两句就没有了 讲几句话就结束了 不知道该跟神说什么了 不是不要讲 有时候讲一些啊 有时候我们会讲很多自己的话 自己的情绪 当然是很好的 你要跟耶稣讲话 但是记得 有一个更美的祷告 方言祷告 当你不晓得该怎么祷告的时候 用方言来祷告 能够帮助你活在祷告的里面 耶稣说我们是他祷告的店 我们能够不断的 能够不断的祷告 就是方言祷告 如果你为一件事情或者困难 祷告了很久了 问题已经很久了 他还在 可能你已经从信心满满的状态 祷告到 想到这个事情就灰心失望了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 会有这样的状态吗 我有 会有 有人点头了 我们从信心满满的宣告 从信心满满的 哇 祖啊 祢是我的帮助 祷告 到 问题还在 信心 看到这个问题 信心就软弱了 就灰心失望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祷告了 当处在这样状态的时候 我们让圣灵来 帮助我们祷告 你可以 方言来祷告 更多的方言来祷告 方言祷告是一个完美的祷告 他不受你的心情 不受你的环境 不受你的状态 有任何的影响 你可能现在心情很糟糕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悟性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很诚实的来面对神 恩典就是教导我们诚实的来面对神 做真实的你自己 那你不可能总是来到神面前 总是 你可能一直都是讲善气的话 你自己讲的也都讨厌了 对吗 所以有时候你来到神面前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讲这个事情 翻言祷告 用翻言来祷告 因为翻言祷告 在祷告的里面 你不知道 你在祷告什么 但是圣灵来为你祷告 可是你要开口 圣灵来为你祷告 那一个祷告的里面 虽然你不知道在祷告什么 但是它能够帮助你 可能你的心情很糟糕 你是埋怨的 你的心情是埋怨的 是苦毒的 是失望的 但是翻言祷告带来的 圣灵为你祷告 它会使之变成完美的祷告 帮助你来祷告 当你身陷困难的时候 你一定会希望 有一个人能够来帮助你 度过你的难关 助你一臂之力 对不对 当你困难的时候 你会不会希望说 有人能够来助你一臂之力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天使 哇太好了 当你感觉 当你掉下 想象一个画面 你想象一个画面 你从很高的悬崖 掉下来了 有一个人从很高的悬崖 掉下来 的时候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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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死无疑了 突然间 他停住了 有一根很大的树枝 接住了 他下坠的身体 这个时候 这个人的反应会是什么 当你在 很困难 绝境的时候 你掉下来 你想象一下 这个人 当他得救了 刚好掉在 悬崖的旁边 有一颗大树枝 伸出来 借住了他的身体 他掉在那个树枝上 使他免于再下坠死亡 他会是很高兴的 对不对 他会是感谢主啊 我得救了 他可能还会痛哭流涕 主啊太好了 太好了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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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当你放眼祷告的时候 就是这样 当我在预备 这一段信息的时候 这是圣灵 让我看到的画面 这是神 让我看到的画面 我就看到了 这一个画面 圣灵就告诉我说 每一次 当你放眼祷告的时候 你就是 把你自己 交给 神 圣灵就是 那一双 伸出来的手 扶持着你 救你 帮助你 所以我看到 这个画面的时候 哇 主啊 太棒了 太好了 他是我们 随时的 帮助 只要你开身 祷告 放眼祷告 当你放眼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是这样的 来帮助我们 我们来看罗马书 八章 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 愿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 这个软弱在原文 他是 重点是指疾病 但是 我们各样的软弱 都能够在 圣灵的里面 在祷告的里面 得着帮助 如果你长期 有一些的疾病 你看到 他没有能力 产生效果 你没有看到效果 你也自己没有办法产生能力 或者一些的事情 没有办法产生能力的时候 因为太久了 你看不到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都手软 脚软了 但是圣灵能够死至产生结果 圣灵能够带来改变 当你方言祷告 让他来帮助你 有一个姐妹 她的儿子 本来是很乖的 她的儿子本来是很乖 有一年 因为她 读大学的时候 她参了一些不好的朋友 然后她就开始了 染上了不好的习惯啊 因为有交了不好的朋友 那她就开始 每天晚上也是很吃才回来 去那些不好的地方 那她妈妈告诉我说 她打也不能打嘛 这么大了嘛孩子嘛 骂也不能骂 对嘛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到孩子变坏了 看到孩子变糟糕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只能哭 她很伤心 怎么救这个孩子呢 她只能来到神的面前 她跟我说 她只能来到神的面前 每一天当她孩子回来 晚上都还没有回家的时候 她就来到主的面前 跪着也好 坐着也好 就为她孩子来祷告 方言祷告 因为悟性祷告 已经话都说完了 不知道已经该怎么 为这个孩子的状态来祷告了 但是圣灵知道 她就每一天 晚上 孩子不回家 她就为她方言祷告 她这样祷告了 她也没有去骂她的孩子啦 当然有劝说 可是劝说不会听啦 她就只能祷告 这样她祷告了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她的孩子回来了 她的孩子跟坏的朋友 没有来玩了 她的孩子改变了 又恢复成 就是说 脱离那些不好的习惯 回来了 又变成乖孩子 这样子 这样的意思 她变乖了 你可能会说 一年啊 这么久 我请问大家 你要看到一个人改变 有的人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 是吗 更多的是一辈子都不改变的 多的是这样的人 我们四周围看到的啦 有的人是十多年才改变 但是因为这 你不要觉得说 哇一年神才做工 不是的 当他祷告 神就在做工了 但是 我们知道 人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神也允许给人时间 帮助那一个人 神知道什么时间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想 什么时候成就 什么时候事情才会有转机 天天去盯着那个结果 越盯你越失望了 看着耶稣就好 你只要祷告交托就好 祷告交托就好 一定会看到事情改变 一定会看到神迹发生 就像这个孩子 他回来了 哇他母亲好高兴 因为他看到 他的孩子改变了 一年里面 他的孩子 生命带来改变了 所以何况我相信 现在神在加速 他的工作 在人的身上 神在加速 他的工作 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 只要五年或者三年就成就了 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 一年半年里面就成就了 我们不知道 这个时间在神的手中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 相信神 交托给他 为 每一次你烦恼的时候 每一次想起这事情的时候 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所以做父母亲的 尤其是父母亲 如果你担心你的孩子 不要再唠叨了 你有一张可以祷告的口 当然不只做父母的 我们一样的 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 一样的 如果你遇到一些 很久的问题 还没有得到解决 不要一直念 不要再烦恼了 我们有一张 可以祷告的口 阿们 我们有一张 可以祷告的口 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 见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识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当你献上不完美的 祷告的时候 甚至不合乎神心意的祷告 圣灵能够使你的祷告 变成完美的 而且合乎神的旨意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命定是什么 什么事情是神要我们去做的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几年前我在那个 纷争的环境 痛苦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我就为这一个纷争的事来祷告 我的思想只是说 我要解决 主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像没有路走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是我心所想的 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为这个事情祷告了 我就翻眼祷告 当我在翻眼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 启示我 他就告诉我 进入恩典 我那时候还跟神说 我心里想的是 这个问题解决 怎么解决 你却告诉我说 进入恩典 好像是 牛头不对马嘴的 这样子 其实是 圣灵才是 知道神对我的心意是如何的 圣灵知道 什么才是对我带来有帮助的 所以 我的祈求 虽然是 不合乎 可能是不合乎 那个时候神要告诉我 不是我去解决那个问题 而是他要带领我 进入神的旨意里面 很奇妙的 就这样 神也真的把我带入 带进 他的旨意当中 所以我就在这 当中学习到 因为我也为这个事情 当然 每次想起我都翻眼祷告 所以我就知道 圣灵会来帮助我 圣灵清楚知道 神的旨意 也会把你带入神的命定 所以如果你正在为 你的前途 你的计划 你正在打算 你不知道 这样子做 对不对 这一条路 是不是神给你的 甚至它是不是 出于神的旨意 或者有些人可能 你正在 死之路口 徘徊着 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不知道 对不对 在圣灵里祷告吧 让圣灵来帮助你 因为耶稣的灵 是不会错的 他一定会带领你 在这个 你的那个时间里面 做对的事情 做正确的选择 圣灵会来帮助我们的 因为神的旨意 对你 永远是最好的 神对你的计划 神对你的旨意 一定是 最好的 最适合你的 为你量身 定做的 他会帮你把错误的祷告 不合乎神心意的祷告 变为完美的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的事情 我们很有限 我们的认知是很有限的 我们明白的事是很有限的 我们看见的事情是很有局限的 但是 我们的悟性祷告 都是在我们认知的范围里面 对吗 我们的悟性祷告 都是你 你清楚知道 你自己在讲什么 但是 为什么会说 需要更多的操练 翻演祷告 需要更多的操练 在圣灵里的祷告 就是因为 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 他是全知 全能 全在的神 他没有局限 他超过 你所知道的 他知道 神要为你做什么 所以当你更多 在灵里祷告的时候 就是让圣灵来引导你 来帮助你 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九到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如今上所记 神为爱 祂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 接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 参透万事 就是神 生傲的事 也参透了 你眼睛还没有看见 你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 你心都未曾想到的 为爱 祂的人 所预备的 我们会爱 祂 因为我们知道 神仙 爱了我们 我们会爱神 是因为我们知道 神仙 爱了我们 祂为你预备的 是你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心也未曾想到的 翻炎祷告 还有带来什么样的 益处呢 有时候当你 忽然间想起 那一个人的时候 他在你的心中 忽然间出现 但你不知道 神没有让你知道 这个人在发生什么 你应该怎么为他祷告 又无心 不知道吗 对吗 在灵里祷告 为他圣灵来祷告 你可能就在你 方言祷告的里面 为他 或者为你自己 或者在为一些 即将发生 或者未来某个时间点 要发生的意外 阻止了那一场意外的发生 你不知道 有些事情 神没有需要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 下一刻 有意外发生 我们都吓死了 最好不要知道 对吗 所以 神没有必要 有些事情 一定要让你知道 一定要让我们知道 不需要 所以每一次 方言祷告 所带来的益处 就是当某些人 可能出现在你心中 或者说你担心 你的孩子 或者担心某些事情的时候 为他来方言祷告 因为圣灵就能够来动工 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能够来动工 使之产生 美好的结果 使之产生 美好的果效 哥林多前书 十四章二节 那说方言的 圆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他在心灵里 却是讲说 各样的奥秘 我们为什么不需要知道 因为方言不是对你说话 他是在对神说话 在他心里说 各样的奥秘 甚至那一个祷告 你不知道 你可能在为十年后 或者三年后 或者一年后的你自己 正在祷告 圣灵正在为你 一年后可能你要成就的 某样工作 要成就的某些事情 他在为你预备 当你在灵里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因为圣灵 在你的 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 他就在你的灵里 在跟神说话 说完成这事情 所以我们 才需要更多的 方言祷告 来帮助我们 腓立比书 四章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神不要他的儿女 活在挂虑 忧虑 烦恼的里面 因为他连空中的飞鸟 都照顾了 对吗 神说空中的飞鸟 从来不愁吃 不必再烦恼 自己要吃什么 今天要穿什么 他连我们的头发 都数算了 你头发有几根 他都知道 这么微小的 这么细小 可能你觉得 微不足道的事情 他都数算了 他都关心着 这在告诉我们什么 他照顾着我们 他关心着我们 他看顾着我们 他一定会供应 我们的需要 这个神的话 就是在告诉我们 他一定会供应 我们的需要 但是可能你会说 当你有缺乏领导的时候 可能这个时候 有需要领导的时候 你会说 我祷告了 但是我还是不能不烦恼 很自动的就是会烦恼 很自动的就是会 忧虑啊 挂心啊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应当一无挂虑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 没有挂虑 神就已经教导我们说 你祷告 祈求 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 这里的祷告 他在原文也有指向 翻脸祷告 你无信 祷告了 你还在忧虑 你就翻脸祷告 祷告到什么时候呢 祷告到你心里有平安 你不再忧虑了 你不再急躁了 或者你要继续祷告 那更好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每次当我忧虑的时候 很容易忧虑 我是一个很容易忧虑的人 会想 会担心很多事情的人 我就翻脸祷告 我就开始翻脸祷告 祷告到 我那个心里不急躁了 不忧郁了 不忧虑了 不受这个情绪影响了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因为我已经用悟性 不晓得该怎么来祷告了 那我就用翻脸来祷告 直到心里平静下来 所以与其你在那里烦恼 与其你在那里忧心忡忡 你不如花点时间来祷告 更有益处 更有果效 你烦恼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 对吗 你烦恼不会带来任何的 你看到 你想要看到的果效 不会 反而损害你的身体 损害你的心灵 使你的情绪更糟糕而已 所以不如 如果烦恼 不如翻脸祷告 不如就祷告 祷告神 这是神给我们很美的礼物 与其抱怨 不如祷告交托 如果你一直都很喜欢抱怨 你一直在抱怨 你要抱怨的原文是 你多留在 你多留一天 多留一天在你抱怨的事情里 多留一天在你抱怨的状况里面 如果你抱怨的话 那既然抱怨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益处 我们不如把它转换为 我就祷告吧 我们就祷告吧 开身向神来祷告 因为圣灵 当你开身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能与你同工 来帮助你 如果你不开口祷告 祂想帮你 无从出手啊 因为我们的神不勉强 我们的神 不勉强 他要你自愿 记得哦 我们的神跟魔鬼不一样 魔鬼是强制性的 把不好的思想丢进你的思想里面 把忧虑丢进你的心中 强制的想要破坏你的生命 这是魔鬼的工作 神不是 神尊重人 神给人之有一支 祂要你心甘情愿 祂不要你假冒为上 不要假假的 戴着面具的 不要 祂要你甘心乐意的 来到祂面前来知取 所以祂愿爱来吸引我们 愿恩典来不断的引导我们 来包容我们 来帮助我们 因为祂要我们甘愿 所以放眼祷告是需要你开口祷告 因为我听过 有人问 那既然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了 我就不愿祷告了 我就闭口了 我就不愿祷告了 神跟我同在 圣灵帮我祷告 圣灵帮我祷告 你不祷告 你没有开口 祂怎么帮你 不是圣灵 就是说你不用祷告 祂就在那里为你祷告 祂帮你祷告 又说不出来的叹息 帮你祷告 是与你同工的意思 你祷告 祂与你同工 祂来帮助你 你不祷告 祂怎么与你同工呢 你闭口不说 祂怎么与你同工呢 所以你要开声了 你要开口的 哪怕是微小的声音 小小声的 我没有叫你一定要 当然也可以 当你自己在家的时候 当然也可以 但如果你 小小声的 你现在只想 我小小声 也是可以 就是要开声 就是要开声 随时都可以祷告 我们的方言能够 有人说 不知道你方言是模仿的 还是假的 还是真的 因为你随时要讲 就讲 随时要停就停 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这就正确的来自于神 我们随时要讲 我们随时要听 因为神没有剥夺我们的思想 你不会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你的思想就不见了 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不会 有的人 有的人 你一片空白 或者完全在那一段时间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但是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圣灵在帮助我们的时候 没有剥夺掉 你的意思 你还是清楚的知道 你在做什么 所以你可以随时停止 你也可以随时开始 照着 你自由意志 当然 如果你里面 还有感动 继续地祷告下去 顺着圣灵的感动 就祷告吧 就祷告吧 让圣灵来引导你 可是如果你要停止 圣灵不勉强你 你可以随时地停止 因为神是美好的神 他给我们的就是自由的意志 不勉强你 所以我们要停止 不要再继续的内耗 2024年 我们要更懂得 仰望 依靠我们的神 不要再继续的内耗 不要再烦恼 不要再忧虑 不要更多的 还是处在那个忧虑 烦恼的里面 这是在内耗 我们的精神 内耗你自己 我们里面的力量 能够很快速的复原 能够很快速的站起来 透过方言祷告 这也是我自己经历的 当你手机 或者你用电器的产品的时候 它弄电器了 你会怎样 继续用 用到它没有断掉 断电掉 不会吧 那个机器很容易坏掉的 弄电器的时候 你都会赶快去充电 一样的 我们每一天 当你放言祷告的时候 也是 就是在充电 你让你自己在充电 在灵里充电 在灵里充电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 十四章 诗节 说方言的是 造就自己 他这里说造就 原文就是他在建造 被动式的建造 就是你 祷告的时候 他开始在建造了 造就你自己 所以你在说的时候 就是在充电 在修复 让圣灵 恢复你的 灵魂体 你的身体的健康 你的心灵的健壮 你的灵魂体都会 如果更多的在 圣灵的里面 你灵魂体都会 越加的兴盛 干强 你的身体 也会越发的 健康起来 所以我们 更多的在灵里祷告 就是在帮助我们 建造我们 如果你常常觉得 你low battery的时候 每一天要去面对人 哇 回到家 筋疲力尽了 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了 在车上的时候 你独处的时候 随时的可以 赶快充电 祷告 让圣灵在你里面 来扶持你 恢复你 身心灵的力量 马可福音16章17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敏感鬼 说心方言 我们都希望 我们的生命里 有神迹启示 发生 对吗 方言祷告就是 带下神迹 发生的一种的祷告 让神迹发生 如果你希望说 有神迹启示 发生在你的生活中 发生在你的生命里 那你就更多的 可以来方言祷告 信的人 每一个信徒 都可以说方言 有的人说 方言只给某些人 没有的 方言是给每一个 信的人 相信的人 相信的人都会有 那你说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 不会翻言祷告的 那该怎么办呢 在聚会的时候 有时候会 是不是一定需要 牧师来按手 其实 没有一定说要经过 牧师的按手 你可能在一个聚会的 场所的里面 是灵充满你 凭信心 开口 凭信心 开口 你的口是 经口来的 因为你的口是很有权柄的 跟你旁边说 不要经口难开 阿妹要经口多开 不要经口难开 因为 神迹在你口中 能力在你口中 权柄在你口中 凭信心 开口 在旧约的时候 圣灵只降临在某些的事情要成就的时候 或者某些的特定的人 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圣灵降临 然后过后 圣灵回去 还会离开 回去 在旧约的时候 但是在新约 当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之后 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没有离开 哪怕你不理他 我们很常不理他 我们很常 甚至没有意识到他的权在 他有离开吗 没有 他住在他儿女们的心里面 神说我们是他的店 圣灵住在你的身体里 你的店中 与我们同在 所以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领受圣灵 因为耶稣牺牲了他自己以后 圣灵就与每一位基督徒 每一位信耶稣的人 同在 约翰福音第七章 三十七三十九节 节七的末日就是 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金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因为那时还没有吃下圣灵 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 人若渴了 你渴了吗 这里不是说你外面口渴哦 你外面口渴可以去喝水 你里面渴了吗 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你的经济 你的健康 是否已经走到瓶颈了 你的属灵状态 是否已经走到干渴的里面了 你自己知道的 别人不知道 你自己会知道的 你渴了 如果已经走到瓶颈 是干渴了 耶稣说到我这里来 我们常常回到耶稣的里面 到我这里来 因为他要使你不再干渴 如果你觉得 尤其是学生或者工作人 是做设计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智慧很有限 或者说你的创意干渴了 枯竭了 没有创意了 来到主的里面 他会给你新的idea 他会给你新的想法 来到他里面来支取 因为活水的江河 在你的腹中 要远流出来 不停止的 所以 凡口渴的 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耶稣不断的邀请我们 来到他的面前 每一天 邀请我们来依靠他 想到他 因为他是那么的爱我们 恩待着我们 常常要意识到我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 常常要意识到我们是活在主的同在里面 2024年我们要更多的与主同行 学习与他同行 因为我们的帮助 因为我们的帮助从上头而来 阿们 不是说今年我们是我们教会是风雨之年 让我们不只外在 也让我们的内在 外在内在都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风雨 都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美好的祝福应许的里面 阿们 让我们来领受祝福 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和圣灵的大能 参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主 每天看顾你和你的家人 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上帝大人的手都与你们同在 保护你们不遭遇任何患难 不遭遇任何艰辛 也不遭遇任何致命的疾病 上帝要赐福你和你家人手所做的功 不但竞斗顺利 有百倍的收成 在今年你要经历风雨的祝福 神的供应是不只是足够 是充足有余 甚至是过剩的 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上帝要亲自带领你 每一天经历他真实的同在 每一天经历进入他的同在里 每一天进入他的大能力 每一天行在他的恩宠里 上帝亲自与你同在 你要居上不居下 做手不作为 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上 都带有属天的权柄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lesagnos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